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适合你哦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我们的平台 我们从课程专区进入在普高和季高里面的写作与翻译里面 今天我们要介绍第一个是语料经营导 顾名思义这就是整合了国内外大型的语料库的资源 让同学们可以从这里来搜寻单字该如何运用 那第二个我要介绍的是翻译新手入门 在这一区里面有很多常用大考重要句型的讲义以及练习题 好 我们先从语料经营导开始 这边有一个简短的介绍 好 这边有文法侦措系统Lingo Scale 还有下面呢 Scale 扣卡 这些呢都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型语料库 语料库呢就是专家们透过呢电脑搜集了母语人士 他们使用英文的文字语言的资料 把它统整起来以后呢 透过我们的语料库网站就可以直接来搜寻哦 好 现在就进入Lingo这个语料库 来试试看 当我们学一个单字的时候呢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这个单字 和其他单字之间的搭配用法 也就是英文所说的collocation 比如说今天呢 老师要查study这个字 它可以和哪些动词一起使用 好 我就key root to be a study 这就是study当名词的用法 那这个语料库呢 它显示的结果是从频率最高的 好 来开始显示 因此呢 to conduct a study conduct这个单字呢 跟study呢 是最常使用在一起的 我们搜寻结果点选下去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例句 好 所以从这个搜寻呢 同学您就可以看到 好 也可以用to do a study to undertake a study to make a study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study这个字呢 它可以和哪些动词连用在一起 好 那我们介绍完了Lingo以后呢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skill 再demo一个skill搜寻一期 比如今天呢 我们要搜寻opinion这个字 我们披入以后呢 就看到下面有很多的例句 the common opinion second opinion 那除了可以看到这些例句的用法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从word sketch里面呢 去找到它的搭配词 好 那opinion当主词的时候呢 它可以后面跟着哪些动词呢 像differ regard vary concern 好 那opinion当授词的时候 好 它前面呢 可以用express differ conquer 好 那opinion跟哪些形容词可以连用呢 这跟英文的字典不太一样的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边找到很多的搭配词 我们就会了解呢 opinion要怎么和其他字搭配在一起 好 接着呢 右边这里还有一栏 similar words 也就是相似词 好 这边是用一个很特别的用word cloud的方式呢 来显示和opinion有相似意义的词 好 比如说believe idea decision view 所以呢 我们使用语药库呢 就好像是我们有一个24小时的native english speaker 当我们一对一的英文家教哦 同学 你呢 下次在写英文作文的时候碰到一个字 你不知道该如何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上股料经营导来搜寻 那接着呢 我们要介绍第二个小区就是 搬译新手入门 我们重整了很多大考的重要巨型 每一个巨型呢 都有讲义 好 我们今天来demo一个很常考的巨型 so that 的巨型 好 我们可以呢 先从这边来参考讲义 这边有巨型的pattern 然后也有一个example Jack is so nervous that his heart is pounding 那我们在讲义阅读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请quiz来做一下实战的演练哦 那这里的quiz呢 出了a和b两组 a组呢 就是比较简单的提醒 就是这种脱译式的单选题 除了呢 是有选择题以外呢 他还有重组题的巨型 that was such a disrespectful speech that the crowd started to throw bottles at the speaker 好 那我们进到quiz b quiz b呢 他的题目呢 都和quiz a 是一模一样的哦 但是呢 他是用整句式翻译来呈现 所以同学呢 先做完a以后再来做b 好 这样可以帮助你加深印象 那quiz b的作答的时候呢 大小写跟标点符号也都是会算分的 好 所以呢 要注意一下大小写 the protest was so intense that some police officers started to beat the crowd 好 句点 然后送出 只要有拼字没有拼对的话呢 那就会错了哦 好 那同学可以再做尝试 建议就是同学在自学的时候呢 可以善用语料经营导跟翻译新手入门这两区 特别是针对呢 英文单字 它的用字潜词 它如何和其他字collocate在一起呢 可以学到很多的collocation 那掌握好了一个字如何使用之后呢 在翻译新手入门这一区呢 针对句型来做熟悉度的演练 相信呢 这两区相辅相成啊 同学呢 从单字到句型 好好的练习呢 对于增进你的英文写作能力 会非常非常有帮助哦 好 那老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